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步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奏你的慈爱 阿弟苏说你的恩典 祝你们在家里蒙耶稣的祝福 耶稣的引导身体健康 我们一起地脱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这样 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机会 可以起床 可以来荣耀你的名 来谢谢你的怀 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奉耶稣的名 谢上康恩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耶和福音16章13节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 明摆一切的真理 哇 祂要引导你们 明摆一切的真理 我们呢 来了解一下 有个故事 在这个小镇的时候呢 小镇哦 有一个圣尼古拉 是教堂 有着很久的历史 这个教堂呢 是奋着活跃 那是因为爱尼兰 最古老的教堂 而且教堂 还有一种 非常实际的方式 提供引导 原来这个教堂呢 乃成镇中最高的建筑物 它的高顶中 常被船长们用作 导航指引 让船指呢 安全的航入呢 这个小镇 这个乡下 几世纪以来 这间教堂 可靠的为 水手们 指出了回家的方向 这个小镇下呢 就是打移 他们的生活 就是在这个 可爱的乡下里面呢 这个教堂 就是他们的导航 就是他们的 指南针 就是他们的 这个在 在海上打完你之后 要回家 就是看着这个教堂 这教堂的屋顶上最高的 他们就知道 怎么回到他们的家 以他们的孩子 太太们团圆 对于这种引导的需要呢 我们当然都能感受 感同 深受 对不对 事实上 耶稣在门徒 在以门徒共进 最后的晚餐时 就成论记这方面的需要 他说 在他离开之后 圣灵会在信徒的生命中 扮演这关重要的角色 其中一部分的角色 就是耶稣所应许的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一切的真理 主耶稣非常的爱我们 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什么呢 导航 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什么呢 目的地 他会引导我们 他会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接受他 圣灵就慢慢的 会改变我们 今天我听到了一个 牧师在讲 他说 我们的耶稣 不是 百人的耶稣 我们的耶稣 不是黑人的耶稣 我们的耶稣 不是黄种人的耶稣 我们的主耶稣 是全球人类的 什么呢 救主 所以呢 今天有人说 哎呀 这个种族呢 比较低级 不可以这样子讲 没有一个种族高级 没有一个种族低级 全部都是一样 耶稣来到世间 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 他不看我们的皮肤 他不看我们的种族 他不看我们的成就 但是看我们这个心 肯不肯 要不要 接受他 圣灵 会带领我们 圣灵 会帮助我们 圣灵 会改变我们 这是何其 美妙的供应 在这充满 困惑 恐惧的世上 我们常 需要引导 我们会轻易 受世俗的文化 或内在的私益 所误导 然而上帝的灵 来帮助我们 指引和带领我们 你说牧师 真的会有这回事吗 真的 当你信主之后 你慢慢会被改变 你的思想 你的性格 你自私的心 你肉体的思义 会慢慢被改变 真理的灵 已经来到了 并且提供我们 极其需要的引导 这是在将我们 满心感谢 以主的生命 来设定人生的航导 你将会安低 避风港 所以 不要害怕 无论这个疫情 来到了 使得我们受到 很大的打击 我们再爬起来吧 不要放弃 努力 耶稣一定会带领我们的 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主耶稣 今天的话语 我们知道主 圣灵 会引导我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谦卑的 接受你的带领 主耶和华 求你再一次的 帮助我们 走过今世的 狂野的路 我们虽然转弱 但是主耶稣 你有潜力 你有能力 你的手 可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谢谢你主 我们爱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 再次祷告 主啊 你的圣灵 是我们人生可靠的引导 我们相信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 感恩 让我们来信号 无敌大爱 我们来信号 神儿子已来过了 神儿子豔 神儿子 Fujam 大军王 让我们来皇父 来清河 皇父来清河 皇父来清河 大军王